3月20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聚 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 主张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油 历史上看 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 不久前 中方专门发表了立场文件 呼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反对更战思维 反对单边制裁 我们认为 越是困难重重 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 越是矛盾尖锐 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普京表示 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衡立场 主持公平正义 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 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3月18日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 用全大写英文字母发文控诉称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腐败且高度政治化 大肆批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非法泄密 他预告自己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 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将于21日被逮捕 还号召支持者们出来抗议 近日 有官员爆料 特朗普因涉嫌向美国宴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 可能将于近期受到纽约检方指控 丹尼尔斯此前指认特朗普在2006年与他有婚外情 并在2016年大选期间通过律师向他支付13万美元作为封口费 该笔钱被作为法律费用报销 且没有在竞选财务记录中披露 特朗普对此坚决否认并表示 即使受到指控 他也将继续参加竞选 美国舆论担忧 特朗普的声明会使两年前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再度上演 纽约执法部门18日表示 正在为特朗普可能被起诉 并出现在曼哈顿法庭面对指控的情况做准备 加州州长纽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宣布 将与非盈利性仿制药制造商Civica RX 签订一份价值5000万美元的新合同 以生产加州自由品牌的胰岛素 根据这项协议 加州将以10毫升30美元的价格 向加州人提供胰岛素 而其原本的价格通常为300美元 纽三办公室表示 由于价格大幅下降 自费购买胰岛素的患者 每年将节省2000至4000美元 加州官员说 加州人可以在当地药店或通过邮购 获得CAL RX仿制胰岛素 而不需要新的处方 并且无论他们的保险计划如何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Civica RX表示 它将生产美国民众最常用的三种胰岛素 赶在3月20日周一亚洲市场开盘前 润市银行UBS以30亿锐狼 约32.5亿美元收购瑞信 较上周五 瑞信收盘市值达了大概4折 此举是在瑞士政府的大力撮合下达成收购 瑞士政府承诺兜底部分损失 并提供高达1000亿锐狼流动性援助 作为瑞信的最大股东 沙特国家银行持股10% 卡塔尔投资局持股7% 将猛受巨大的损失 同时在此次交易中 面值约160亿锐狼 约合172亿美元的瑞信AT1债券 将被完全归零 瑞士政府实际上是修改了法律 牺牲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此举虽然为全球银行业 带来了短期的稳定 但也动摇了长期以来 各国法律框架下树立的股东权益 瑞士政府表示 瑞信的危机是因为 美国的硅谷银行事件 引发的信用危机而发生